這邊我們就把它叫做 編之外的十二個中隊之外的一個第十三中隊 所以十三中隊其實就是 新村均頌促時期的一個我們公墓的地方 那麼我們第一個來到立島以後 第一位屬完的就是以前那個 台中農林學院的謝桂芳前輩 他的哥哥謝桂芳醫師 曾經一個台北台大醫院這邊的案 那麼被槍決 那麼弟弟這個是剛剛農林學院 就是現在的成功大學嘛 那麼畢業以後也被抓來 非常一個很舒穩的一個前輩 我還記得我們一九五一年六月五月 五月十七日被送到這邊來 本來我們是關在這個一個 一條大登陸艦 那個登陸艦叫做LST 就是Landing Ship Tank 那麼美國美軍、美國海軍 這個推下來的一個登陸艦 載著我們多少人呢 載著七個中隊的人來 包括男生、女生 女生是一小部分 女生大概有只有三十個 那麼第一次來的是 1951年的五月十七日 在我們這邊的中寮登陸 那其實我們一隻都不知道 被兩個人都靠在一起 在船底丟在船底艙 那麼三天兩夜的 以為被送到海 在海中間就會被丟進大海 可是呢 大概三天兩夜之後 他就叫我們 好 我們到了 上來吧 這樣把我們的手銬解開 才第一次上到家旁 哇 看到的就是 綠島的這個小山竿 綠油油的 還有海水是非常清爛的 很漂亮的這個大海 這個時候覺得來到天堂了